好,来看一下了哈 第一步 那我把放大镜打开哈 你们可以 跟着我一起做哈,跟上来哈 好,请看 第一个呢,就请各位到图层性质 记得不要画任何图哦 有画任何的东西你先把它删掉哈 你要保持你的图面是空的 净空的哈 来图面把图层性质点下去 在图层的面板这边 把图层性质把它点下去 点下去之后呢 看一下他有没有跑出一个功能表出来 这一个,有没有 他要跑出一个图层性质的功能表 请问跑出来了没有 有,开始了哈 好,这个零啊 你档案一打开一定会有这个零的存在 你不要去删它,因为你删不掉的 所以这你不用管它 就把它当做是一个没有用的图层 我们开始哈 新增一个图层 所以请你按这个按钮 看到了吗? 按这个按钮 看到了哈 来按一下 好,出来了 那么呢,我说过 如果你不想 他可以打中文哈 图层名称 你可以打中文 你如果不想打中文 你可以用英文来代替 我英文都有写在上面了哈 比如说实现的英文 那就是C-O-N 好,你要打中文也可以 打完按一下 Enter 代表实现的图层 好,开始往后看 这个灯泡啦 太阳啦 锁啦 你通通都不要去动它哦 直接到后面来 看一下是白色的 没有错 我们上面就写白色的嘛 现行是continue continue就是实现的意思 所以这也不要动它 后面的现出 请看一下后面的现出 好,现出对下来 有没有 这个预设值 你把它点一下 请你选0.5 这样子我们到时候 列印出来的时候 就会比较粗 好,0.5 好,按确定 这样子 请问第一个图层设好了吗 好,你会设第一个图层 你就会设第二个图层了 来,继续 我们要设第二个了 再请你到左上角 把这个新图层 这一个按钮 你再把它点一下 好,出来了哈 第二个是虚线的图层 我们如果打英文的话 就是hidden hidden hidden 这个代表虚线的图层 hidden hidden 我们取前面三个字当简写 那如果你要打完整一点 就是hidden 这个就是它的完整的 代表隐藏线虚线的意思 好,打完按一下enter 再来往后看 我们来设颜色哦 来,白色这里 请你把白色的这个色块 把它点一下 好 虚线啊 黑白上是说红色 所以请你在这一排 选颜色的时候 都先从这一排开始选 这一排 这一排是标准色 好,先把红色选到 好,选到红色 按一下确定 有没有 颜色就换过来了 再来 continue 现在是实现的线形 我们要的是虚线 所以请各位把这个英文字 把这个英文字点一下 好 好,现在呢 我们要去载入线形哦 目前里面没有任何一条虚线 来,我们按载入 好,我们按载入 好,来 你看后面 只要是这种一段一段的都可以 只要是这种一段一段的都可以 你要看后面 来决定你要哪一种 每个人的方式 每个人想要的都不一样 你只要看一下后面是这样一段一段的 就可以,就算符合了 好,那比如说我选这一段 我选这一种 你要的话就直接把线点下去 他就选到前面的名称 就算是有选到了 好,所以你自己决定 你可以先从头看到 看你要哪一种 只要有符合 我们样式的都可以 像这个heiden 好,这就是虚线 虚线heiden 好,你不一定要跟我选的一样 你只要有符合这个样式就可以 你看,你要看后面 好,选到了以后 按确定 进来还不算哦 你要再选到他 选到他 因为你刚刚只是载入进来而已 现在你要确定的选到他 好,按确定 好,各位有没有看到线型 heiden 是不是过来了 后面的线出 各位呢,把后面这个线出 现在是0.5 对不对 不行 好,我们要0.3 所以请各位把后面的线出 点一下 请你选0.3 好,按确定 OK,第二条 第二个图层又设好了 接下来请你设第三个图层 来,再新增一个图层 新图层按一下 这一次的话呢 是center 中心线 打上CEN enter一下 Center 我们取前面的三个字 CEN 好,如果你要完整的打完也可以 你就在里面点一下 让他游标一闪一闪的时候呢 你再把它完整的打完 center 代表中心线的意思 好,后面的颜色 这块红色的色板点下去 所以你把它改为 黄色 黄色 center 黄色 好,按确定 好,黄色都改过来了 再来 线形 heiden 不对 我们要center 要中心线的线形 所以请各位把后面这个英文字点下去 目前里面没有任何的中心线的线形 所以我们按一下载路 载路 好 你去找 只要是一长一点的都可以 像这种都可以 一长两点的也可以 只是比较少用 尽量请各位找一长一点 一长一点的 至于你会看到这种一长一短的 一长一短的也可以 这种的也OK 一长一短的 这也算是中心线的线形 各位你可以自己呢 找到符合我们要的形式就OK了 一长一短的 这个都算是 这个都算OK 你只要呢 找到你要的把它点一下 它前面就自动会选到名称了 好 按确定 把它载路进来 载路进来以后 你还要确实的选到它才行 要选到它 确实的选到这个线形 按确定 好 后面的预设值 现出0.15 中心线是0.15 0.15 确定 好 Center 中心线也起来了 再来 一样是按第一个 第一个按钮 左上角的第一个按钮 接下来呢 是什么 标注 DIM Enter 英文DIM 是标注Dimension 标注的意思 来 它要什么色 绿色 好 所以请各位到后面的颜色点下去 请你选绿色 好 标注先是用绿色 好 确定 线形 请各位用Continue 标注要用实线 标注要用实线 所以是这个Continue 好 OK 后面的线出 0.15 就可以了 0.15 就可以了 不用改它了 最后一个 剖面线 请各位呢 按一下左上角的这个新的读程 最后一个剖面 断面的意思 剖面的意思 那你可以打SEC就好 只要你自己认得了就好 好 什么颜色呢 青色 所以后面的绿色的色块点下去 请你选青色 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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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样是Continue 好 现行是实线 实线 后面的出话 一样是0.15 好 同学 我们图层啊 就射到这里 一共啊 12345 五个图层 来我们停在这边两分钟 请各位呢 看一下 如果好了 如果你OK了 就到左上角 把这个小叉叉按一下 把它关掉 我们接下来进到尺寸标注的形式设定 因为我们要做样板档的话呢 连标注形式都要设一下 上次啊 我们其实已经有设过了 好 我们这次呢 就可以比较快速的把它完成 好 我们这边停两分钟 提供各位做参考 这五个图层 请你看一下